你好,歡迎參觀 叫你們作案出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萬生 萬生的位置今天來到 新北市五谷區的 成太路三段 沒錯,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周紫陽重劃區 我們今天要看的案子 它是一個預售案 它的基地和它的接待中心 位置呢,距離有 300公尺 那我們事不宜遲,我們就先來看環境吧 Let's go 這條道路是成太路三段 另外這條是新城三路 基地位置是在紅點的這個位置 基地現場現在還在做技術工程 還沒有出土 地外接待距離300公尺 在黑點的這個地方 這個是它接待中心的外觀 接著我們看一下它周遭的生活環境 紅色的部分是距離最近的便利商店 距離200公尺 步行的距離約是兩分鐘 橘色的部分是公托 距離250公尺 步行約三分鐘 咖啡色的位置是運動中心 距離250公尺 步行三分鐘的時間 藍色的部分是全聯福利中心 距離450公尺 步行的時間是六分鐘 接著我們看一下交通的位置 綠色的部分是國道一號 距離約兩公里 開車的時間是四分鐘 咖啡色的部分是64快速道路 它的距離是兩公里 車行的時間一樣約為四分鐘 下方紅色的部分是65快速道路 距離約為3.3公里 車行的時間約為五分鐘 以上所有車行的時間 均為沒有塞車的狀況下去評估的 是是回到現場 OK 就在各位觀眾剛剛看環境的同時 萬森已經看完這個建案了 萬森覺得非常的沮喪 這邊只有黑咖啡沒有拿鐵 你也知道黑咖啡根本就不合我的胃口 你問我為什麼會帶著麥克風 身為一個專業的不動產代銷人員 隨身攜帶麥克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們平常都是這樣用麥克風的 請幫我確認A2VOL以及地下18層87號車位 是否可以銷售 櫃台幫你確認請稍等 恭喜你可以介紹 櫃台請再次幫我確認 A2VOL以及地下18層87號車位 是否可以銷售 櫃台再次幫你確認 恭喜你可以介紹 櫃台我們來自馬祖的馬先生 購買我們的紙戶及紙艙外 現場所有的人們請注意 放下你手邊所有的事情 高舉你的雙手 恭喜我們來自馬祖的馬先生 購買我們A2VOL以及我們地下18層87號車位 恭喜 恭喜 快點出來啦 客人來了啦 銷售現場有時會出現臨時演員 目的是針對現場准客戶營造熱銷氛圍 讓准客戶加速成交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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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所有的人員請注意 這名殼人是誰的 沒人的我要喝咯 1 2 3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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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基地是一個凸字型的 基地周遭的環境 它是三面零路 橘色的部分啊 是未來有可能會是蓋房子的空間 大門從這個地方進來 車道的部分從這個地方下去 總共是有14間的店面在這一個產品 B1的平面圖 車道從這個地方進來 我們橘色的地方是電梯 四部的電梯都有到地下室 藍色的地方呢 是它的機車的停車位 紅色的部分就會是它的垃圾的儲藏空間 B2的平面圖 四部的電梯 車道的方向 紅色的區域 這兩個車位萬聖是不建議的 因為它是在最裡面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兩根柱子的位置 因為這兩根柱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四個紅色的位置 我們也是不建議 因為你在出去的時候啊 是有機會會撞到這個柱子的 這是他們標準層的平面圖 四到十五樓都是一個樣子 橘色的地方是 未來可能會有建築物的 紅色的部分 他們是分AB兩棟 一棟各十戶 共用兩支電梯 綠色是它電梯的位置 我們等一下要看的平面圖是我們的A7 還有我們的B11戶別 我們先來看到A7的部分 它是15.02平的 客廳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那它的光線 往這個地方走 所以這個客廳其實它是沒有採光的 這一根是它大樑的位置 所以說它的主臥室是會壓兩的喔 小臥室我是覺得這個地方是蠻奇葩的 要到後陽台的空間 要移開衣櫃還是要移開桌子 畢竟塞衣服 即便你是一個禮拜塞一次的話 都會是需要走到這個空間 這個平面圖的話呢 是20.31平的B11戶別 客廳從這個地方 它的採光的部分也是間接採光 會透過後陽台的部分 三個房間在這個地方 那它的採光面 都是有開窗的 可是因為這個位置 剛好會被未來的建築擋住 所以如果你是低樓層的 有可能未來的採光不會太好 那萬森覺得啊 這個20.31平的格局 它隔的三房我覺得有點多了 我會建議如果說你喜歡這樣子的格局的話 把這個小房間拿掉 變成一個書房 或者是一個電競室 甚至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多一個衛浴設備 會是比較好一點的 如果以三房來講 居住人口平均下來會是四個人 四個人使用一套衛浴的話 會比較吃緊一點 那如果說改成兩個房間 兩個雙人床的話 一套衛浴是還OK的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付款表 它的B11的四樓 20.31平 開價是1394萬 優惠價是1230萬 但是我們要注意 這個車位的部分是245萬 一坪60.56萬 總價會是1475萬 含車位的部分 接待人員是跟萬森講說 所有的房子都必須要搭配一個車位 下面這個是B6的四樓 15.07坪 萬森也覺得很奇怪 我明明就是看A7的戶別 可是它超就是超到B6的四樓 沒有關係 一樣是15坪多差不多 它的總價是983萬 那要再加一個車位的部分 所以它的單坪會是65.23萬 總價會是1225萬含一個車位 萬森覺得這個地方是 算是有一個小貼心 他有幫萬森算好 如果以30年的房貸 那一個月會需要付到33000元左右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自己好好的計算一下 來算一下我們未來 每個月要負擔的房貸是多少的金額 今天這一期就到這個地方 大家有想要看的案子 麻煩在下面留言給萬森 讓萬森知道 也許你的留言就被萬森選中 下一期就會選擇你要看的案子 我們下一期再見 掰掰 轉案我的可樂啊 轉案我的可樂啊 對方便是幾個月